再来杨秋新宣布要脱党参选 他80岁的老父亲老母亲也都备受压力 不过进一步来看到他的父母亲 其实说杨秋新从初选的时候就不断地遭到打压 所以父母亲是鼓励他放手一搏 选不上的话就回家种吧啦 你再修 你没完没再修 你没完没插庭啦 警官党内骂得凶 让杨秋新80高龄的父母一连失眠好几天 却动摇不了他们力挺儿子参选的心 先是党中央不支持又遭到对手打压 杨秋新的妈妈看在眼里好心疼 至于杨秋新宣布参选之后 就连前燕桃乡长都曾经上门 要双亲苦劝杨秋新退选 双亲力挺 除了杨秋新参选后盾 民进党面临分裂危机 影响确实兰影的票员 这样拧掉数字 对黄昭顺阵营来说成了警讯 TVBS新闻林邦李嘉欣高雄报道